一岁婴儿被拥医误诊感冒 半年治疗误过后 复查时竟发现颅内有颗肿瘤 妈妈只好带着最后的希望 来到广州妇女儿童中心治疗 谁知医生只是看了一眼 当场断定孩子活不过一个星期 并推翻了前面拥医的所有诊断 你这个挺典型的 可以看他这个表情就是不对啊 嘴是歪的这是好用的 所以做医生呢 就是一定要去做个有心人 这一番话把妈妈的腿都吓软了 不过好在就医疾时 孩子还有痊愈的希望 李主任立马召开数千讨论会 他们发现肿瘤的体积不仅大 而且关联的器官也很多 他很有可能再长一点点 就会导致了脑伤 可能就会出现呼吸心跳停止 到这个时候 我们肯定没有办法再做手术 一旦肿瘤发生恶化 婴儿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在场所有医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商讨完治疗方案之后 李主任找到婴儿的父母进行数千谈话 这个肿瘤很大 父母的内心在这一刻差点崩溃 他们没有想到 孩子的病情被拥医耽误半年 如今却即将落得天人永隔的境地 我能跟你保证的 这两个字 今天我竭尽所能 我尽最大的努力 希望宝宝有个可怕 可李主任说的话心里也没底 毕竟肿瘤已经压迫着神经 哪怕出一点错误 孩子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手术当天 婴儿在妈妈的注视下进入到了手术室 医生缓慢切开婴儿的头皮 孩子的颅内组织全部暴露在行为镜下 李主任用镊子在脑干处 翻找着肿瘤位置 由于婴儿脑组织比较脆弱 稍微触碰一下 很有可能会引发脑组织破碎 轻则昏迷 重则死亡 李主任经过摸索之后 终于找到了这颗猿胸 李主任慢慢翻离肿瘤周围的组织 可就在准备将整颗肿瘤取出来时 惊呼仪却突然开始报警 我报警了 不行了 其实有事叫 李主任健壮停下了 手中的动作 他怀疑自己触碰到了脑干位置 所有医护人员摒弃凝神 好在30秒之后 孩子心率恢复到了正常 李主任决定改变策略 准备分块取出肿瘤 而最后一颗肿瘤在脑干旁边 危险系数直接拉满 李主任小心翼翼地分离着血管组织 啊出来了 手术圆满成功 父母刚松一口气准备感谢医生时 医生接下来的一番话 又将那口气给吸了回来 原来孩子术后还有感染的风险 如果这关也过去了 孩子基本没有什么大碍了 到了探视时间 妈妈看着昏迷的孩子 心中满是愧疚与后悔 如果没有遇到庸医耽误的治疗 孩子也不可能要承受这份痛苦 术后第二天 孩子已经苏醒了 各项生命体征也慢慢趋于平稳 医生已经允许孩子撤下呼吸机 并转入到普通病房里 但令人惋惜的是 肿瘤的病理结果是恶性 接下来的日子里 孩子仍需要在医院里接受治疗